来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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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难受 我放你 我来照顾他 那我去看看 药间的如何了 师父 师父 没事了 师父我护着你 那个女上神 这人根本配不上我 师父 配不上 上神 到殿下 深夜来昆仑须 所谓何事 父君听说 墨渊上神与遥光上神 要在苍吾之巅决战 特命我前来说何 上神也知道 天族跟异族的关系 已大不如前 异军擎仓随时可能找借口 与天族开战 若是因为这一点点小事 影响了两位上神的和气 的确不妥 上神 你可是非战不可 非战不可 非战不可 否则我无法与昆仑上下交代 昆仑虞乃神族圣地 岂荣有人说闯就闯 说我帮走谁就帮走谁 大殿下 你说是吗 上神说得是 不过大殿下 放心 也请天军放心 这只是我和遥光之间的私事 若真有一天天族和异族开战 若真有一天天族和异族开战 无论是昆仑虚 还是遥光府 都会全力抗战 这 是大义 是大义 上神说得是 你看 我 我 二十二十二十一 师父赢了 师父赢了 咱们师父可是战神 怎么会输呢 是吧 对 是 我输了 输得幸福口福 那便请上神搬离昆仪序吧 莫约 上神还有何事 当年神魔大战 你我尚有同袍之情 可如今 如今 怕是什么都淡了 本就无事深究 上神 严重 走 又一个被师父伤了心的女仙 师父她最疼十七了 谁让她拼拼对十七下手 行了行了 都被师父发现了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 走走走走走 小石七 你醒了 有没有好一点 我没事了 大师兄 我还以为要在那水牢 关个十天半个月呢 你呀 一回昆仑序便睡着了 睡梦中还只抱着师父的手 嘟囔难受 怎么扒了都扒了不下来 师父听了很不适滋味 只好边拍着你的背 边安慰道 不怕了 不怕了 有师父在 你那个模样啊 简直跟个小娃娃没有区别 我要去找师父 师父在苍狐之巅同 遥光上神决斗呢 那我也要去找师父啊 就你那腾云的小仙法 怕还没到苍狐 师父就已经回来了 大师兄 石七 起来了 吃点东西吧 还有啊 师父嘱咐我 让我告诉你 在这半个月 你要抄三万遍充须真经 以示成见 三万遍 对了 偏听来了个女人 说是青秋来的 女人 在哪儿呢 她这下轮行 哪儿呢 她是《樑狼劲勿》 她是子 她是青秋的 她不断嘴了 她是牌的 你怎么不愿意 她是她的 这是哪里来的妹妹啊 好像生得与我颇为神似啊 丝阴神君 小女名幻玄女 是白玄上神的妻妹 是青秋的人啊 好像听他们提起过 小女听姐姐说 丝阴神君 在折颜上神那儿住了数千年 与青秋众神 交情最好 对 我以前在俊阳那里时 长随白浅一起 换他们哥哥 浅浅猫 说起来 我也有上万年没有看到她了